大家好,欢迎收看港理台的B君教室 我是B君林敬放 今集跟大家讲一下,协商制是怎样选特首的呢? 节目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留言分享赞好 记得订阅港理台,按下个铃铛就有新影片通知了 上个月,前特首梁振英就提出 香港可以在基本法第45条的法律基础上面 以协商的方式产生特首,保障外国者原则 这种做法是符合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的 一石击起千层浪,不少政坛中人就大大声地说 反对协商特首,甚至乎声称协商是民主的倒退 сл akaERN hey Can beads 看这群话的人包括有很有名的老鼠铃 还有嘟嘟嘟嘟嘟嘟 还有嘟嘟嘟嘟嘟嘟,还有嘟嘟嘟嘟嘟嘟 我问过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到底什么叫协商制? 在讲协商制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 到底香港的行政长官是怎样产生呢? 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时代 我们的港督是由英国的伦敦书物院任命的 从来没有举行过什么选举,甚至没有协商 是完全没有民主的情况 不过呢,不知为什么有帮黄人,乱籍那帮呢 就经常支持这个毫无民主的英籍统治 在九七回归之后,香港就根据基本法第45条 以及基本法附件一的规定,就实行这个间选制度 社会各界组成了由1200人组成的提名委员会 那这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了之后,再由提名委员会内部的人投票产生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间选制度来的 因为这个社会各界所参加的提名委员会 其实是一个由社会各界内部去投票 选出他们的选举委员会代表 然后就协商,然后就选举去产生这个特首的 那其实香港就从来都没有实行过协商制的 那但是为什么当时候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会有写到选举或协商的呢 看回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第3条第4款里面就有提到 日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 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撑身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这一句说话就是1984年已经写到明的了 但是在这个基本法第45条的时候 也都是跟回中英联合声明所说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撑身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你会出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英国会同意协商的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因为英国的手上是协商产生 英国的行政机关最高领导人 就是英国手上 它不是一人一票选举而是通过协商制所产生的 这里要介绍一下英国的协商制 大家经常听到英国有个选举 大家要记得英国的选举只是下议院国会的立法机关 选举协商议员 当下议院选举完之后 他们的最大党或者联合的政党 就会协商推举新一任的首相 即是说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之下 立法机关协商推举行政长官 即是首相 再由皇帝英女皇任命的 所以在英国来说 它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 永远是一齐 英国从来都不是三权分立 也从来都是协商 从来都没有一人一票选手上 这种协商制其实是 世界上有很多的民主国家 都是有用这个制度的 除了英国之外 大家熟悉的日本 德国 意大利 比利时 西班牙 等等等等 很多的国家 其实都是用协商制 去决定哪一个人成为他们 行政机关的最高领导人 即是首相或者是总理 那么在整个制度之下 基本上主要会有两种方法去产生 总理或者首相的 第一种方法一 就是由国会的政党协商推举新一任的总理 然后总统或皇帝就会任命被推举的人 方法二是皇帝或者总统 任命总理先 然后总理再和国会的政党协商 这种做法都不是一人一票 是协商产生的 我们看看日本的情况 2020年大家可能都记得 有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就说自己有病 于是乎就离职 那么日本的新一任首相 就由当时的国会最大党 即是自民党的内部协商 决定新一任的首相是谁 注意是自民党内部协商 不是有任何的普选 而当时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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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得到自民党内部377人支持 就成为了新一任的日本首相 最后就由天皇任命的官员 成为自民党内部协商 成为新一任的首相 这个情况是从来都没有普选的 没有选举的 只是自民党内部协商 第二个例子就是2011年意大利推举了蒙替做新一任的首相 这个蒙替比较特别的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在国会里面有单一的政党得到超过一半数的议席的时候 然后国会最大的政党会推举自己的党的党灰成为新一任的首相 不过今次是协商推举了蒙替出来 当时是意大利的总统任命蒙替作为新一任的总理 而留意这位马利奥蒙替 他本身是没有政党背景的一名参议员 那么蒙替被任命为总理之后 他就要跟国会最大党自由人民党进行协商 去筹组新一届的政府 于是蒙替就很成功得到自由人民党的支持 成立新的政府 如果没有政党得到过半数议席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看看2005年德国的默克尔的情况 当时德国内部国会没有一个政党是获得超过半数 于是乎德国的基督民主联盟 社会民主党和巴伐利亚基督社会联盟三党经过协商之后 组织联合政府一起推举默克尔成为新一任的总理 留意这个德国基督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 是德国里面最大的两个政党 一直是死对头来的 但是在2005年的时候很神奇 那么两个政党协商坐在一起 然后组织联合政府 但是留意这个协商的情况 是很可能会非常漫长的 例如在2010年到2011年的时候 比利时出现了一次政治的危机 事愿就是 没有一个政党获得国会超过半数的移植的情况之下 国会内部很多政党协商想推举一个新的首相的时候 就不能够协商成功 于是乎大家一谈就谈了541天 最后比利时的皇帝任命了首相 然后要个首相和各个政党协商筹组新一届的政府 所以大家见到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比利时 这些国家 我相信没有一个香港人会说这些国家是不民主 而这些国家是行协商制 所以协商制是民主制度 那一班说协商制不民主的人 我不知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说 大家想想吧 好了,如果我们香港是要行协商制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首先看基本法列出的条件 第一,这个推举的时候是要在当地举行 就是在香港举行 那么香港要由外国者治港 所以这一班提名人都应该是外国者 由提名委员会提名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至于其他人如何去参加协商呢 基本法是没有联名的 这个情况可以大家再谈 假如香港要实行协商制的时候 同时要保持爱国者原则的话 B君在这里有个建议 首先 要确保 立法会所有议员 以及提名委员会所有的成员 全部都是外国者 再由这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提名特首的候选人一名 之后这名特首候选人 以及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人 还有立法会各议员 一起协商 确立这个特首 最后由中央任命 这种用协商制推举特首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 大家看到 在香港回归23年来 我们香港经常会出现 行政立法关系紧张 这个协商制由于要得到 立法会成员推举 所以就可以避免到 行政和立法关系紧张 政党在这个协商的过程当中 可以要求新一任的特首 去实行政党的政纲 这样的情况 就可以增加行政施政的民主成份 也可以增加政党参政的活跃情况 其实是可以增加民主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商保险 确保提名委员会和立法会和特首都会是爱国者 这上面的建议其实都是一些抛砖引辱的 到底最后是否改成协商制呢 哪些人可以参与协商呢 怎样落实 法例应该怎样改 首先当然要由中央决定 细节都需要大家去讨论的 好 今集说到这么多 请大家留言分享赞好 订阅港女台 有新影片通知 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一起研究一下 如何改善香港的政治制度 多谢各位 拜拜